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性的服务 女性的善良 我想这样的力量是对于新世纪来临的时候一个最重要的力量 所以呢 我觉得不管是女性从性别角度来看 从个人来看 从我们国会来看 从我们内阁来看 从我们国家来看 我觉得都是一个rebirth 就是一个再生 一个再生的力量 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呢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 要转念 我觉得我们不应该用成就原有的这种观念 把我们自己给套住了 或对于我们以往自己努力的成就 把自己给困住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念头重新来迎接二十一世纪 我们必须要重新让自己接收更多的资讯 我们不要让自己的水满了 装不进去了 我们要让自己的心空下来 让我们自己能够接受更多的讯息 然后呢 我们要让自己重新再做一个新的定位 再重新做一个定位 再拿出我们真正的action 我们的行动力来展现出来 那我觉得这个呢 也是我们希望 在未来这个新的世纪的开始 尤其昨天是三八妇女节 今天开始我们认为是女历元年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共同努力 那我们也可以再一个呢 我也要借着今天国事论坛 因为我看到报纸上灯 我们的人事行政局局长吴泰成 想要先提前退休 但是呢 我要在这里说的 就是在组织再造的过程里面 不管是我们研考会的朱主委 吴局长都是尽心尽力 吴局长呢 他是这个理论实务兼顾 做了三届的考试委员 还有做局长 升任 而且称职 而且我们觉得真的是 这个波维 这个波维